已經剩下...剩兩百七而已 我的台灣朋友來幫我搬家 為了感謝他 我要... 帶他去... 龜友玩 但是這一次不是只有玩 他會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小企劃 那這個企劃是什麼呢? 我要用一千塊日幣 帶你去玩龜友 一千塊可以幹嘛? 我今天就真的會 只用這一千塊帶你去玩 然後玩完一整天之後 我會問你的心得 不過在開始之前 就... 你覺得這一千塊的旅行會怎樣? 你可以講一下你的期待 或是... 你有什麼想法嗎? 沒有想法 你趕快去... 我後面的朋友 他想說 一千塊能幹嘛? 正式能把一千塊拿 給我朋友 這就是今天我們的... 錢貸一千塊 就我們在討論這一千塊是... 你一個人的分分 要加我應該不太好 我們到龜友了 這是我要帶我朋友去玩的第一站 兩金尋寶遊戲 你看上面就是... 他會標出所有兩金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要去尋寶 跟他所有拍完 你看 這個型的... MENGY 找到的 這是第三個對不對 這個是第四個 但是旁邊有爺爺 我們就遠遠的看就好 這個超小的 有沒有很有成就感 栗子 栗子 栗子小姐 這是他找到的 有... 怎麼樣 有什麼... 感想嗎 小一點 這邊竟然有一個台灣料理 他有賣台灣的牛腩 八百塊 我們吃不起 那你給他點吧 這一個兩百五 好 喔好香喔 這樣都完全到耶 裡面有什麼料 還起來是肉末 還起來太太了 梅子 你喜歡吃梅子 嗯 那你會推薦別人來買嗎 喔不是嗎 你看 我跟你說我這一千塊不是鬧著玩的 到了 這是另外一個 所以有三個人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你的朋友 因為我一個人都不認識 我只認識兩斤 栗子 兩斤 後面是 甜... 咦... 不知道 忘記 我們要點咖啡 好像有點超過我們預算 好燙喔 你要喝喝看嗎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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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喝喝看嗎 好燙喔 我要喝喝看嗎 好燙喔 好燙喔 我來喝... 這是我們第二格 這是四百八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兩百五加四百八 已經花了七百三 我們點的是蜂蜜辣 它喝起來非常的順口 我們才玩了 一個半小時 已經剩下... 這兩百七而已 我感覺... 這企劃可以結束 我們要... 準備去... 下一個景點 再去下一個景點 前要先去買 章魚燒... たこ焼き 超便宜的一百三而已 很小粒嗎 也還好啊 這樣一百三可以啦 應該冷了吧 沒有 要冷 怎麼樣 一點點... 一點點那個... 章魚 忽略我的狼狽 有章魚啊 可是都很小塊 看來爆 我們的行程真的是... 很狼狽 完全符合一千塊日幣的位置 站在便利店這邊 沒有遮雨的地方 我們在這邊吃章魚燒 吃一百三十個章魚燒 還有喝這四百八的咖啡 但我覺得是十百 這有點貴 就我們一千塊 拿了四百八喝這高級的咖啡 不行 來到最後一個行程了 就是... 神社 旅行的時候啊 如果要走一個節儉路線 就必來神社 因為神社就不用花任何錢 神社就不用花任何錢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買租印 但是我以為三百塊 所以我們已經賣錢了 這邊是龜有兩斤的 但是我們剩下的錢總共是... 一百四 然後我們想說要不要買個 おみくじ 這樣就會剩四十塊 這超一個吧 剩四個吧 拿起來 我把黑去了 我記這個 我記得我應該要先許願才能丑啊 不用吧 開破掉 或是大兇 我不敢開 起... 至少是起吧 我們最後四十塊 我們一個人要拿二十塊去拜拜 來 那我們今天的一千塊日幣企劃就結束了 然後我來訪問一下當事人 那今天一千塊的旅行結束了 然後你覺得這一千塊我們裡面花了很多地方 你覺得最值得的是什麼 可樂餅最好吃 然後那個梅子有點酸酸的 再加上外面裡面熱熱的那個肺肉 因為它才250大概台幣多少 台幣50塊左右 那你覺得我們買這麼多東西 哪一項消費是最不值得 我覺得咖啡可以緩緩 因為咖啡蠻貴的 480 比較小杯的那種 不是台灣那種 大杯的那種感覺 對 我覺得那個策略錯誤 因為 一千塊我們花了一半在咖啡上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會推薦朋友來龜友玩嗎 喜歡兩斤的人要常來這裡找兩斤 那不喜歡兩斤的人呢 不喜歡兩斤的人可以吃一些好吃的東西 好 這裡有很多小店 嗯 就是這樣子 可愛的小店 好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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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小店 然後 有很多小店 在這裏 那裏 拿一項消費 感谢观看